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宁愿的小窝,我是旺旺又见面喽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大家看到还是从这一个素颜一张开始啊 然后我脸上什么都没有,护肤品都没有啊,刚洗完脸 那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边聊边话的这个视频 然后主要聊的就是一些产品,然后最近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妆感 也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用的这个护肤品我是怎么用的 其实护肤品呢,我已经在上一次给大家更新了 但是没有上脸啊,没有在动作上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一个啊 边聊getting ready with me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刚用indely的那一个cleaning gel洗完脸 然后我找一个化妆棉 我用indely的这一个Q10的这个化妆水 然后我喷到我这个化妆棉上边 然后我先把它拍到我的脸上 然后再转圈圈 接下来呢是essence 我用的是amore pethyslica的这一个essence啊 这个是一个啊,叫vintage single extract essence 里面含有这一个茶叶的精华素 所以可以帮你镇静一下你的皮肤的同时呢 有个帮你控油啊 尤其是你跟我一样是混油性肌肤的话 然后它倒出来的颜色呢 这种的 跟皮里面颜色是一样 然后呢,接下来是眼霜 我indely的那一个膏体的那个眼霜呢 已经用完了 然后正好这个iope它有scent过来这一个 看清楚这个eye brightening serum 然后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然后是iope sent me a gift through octa.co 目前为止呢我用的还ok 没有太大的这一个效果在 但是也没有给我眼睛增加什么负担 它头这个地方有个按摩棒的这个地方 我自己呢 我正要跟他说 我自己是没有用它的按摩棒直接 我就是先挤出来这种白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质地非常的薄啊 然后我就把它压在我这一个眼睛的周围 然后我完事之后呢 我就用它这个棒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压我眼带这个位置 滚一下 像按摩棒这样的东西 大家就不要就是这样来回啊 然后你就一定要你知道轻轻的往上 尤其你跟我一样三十多岁的人 往四十走的人 这样子 可以看的就是眼带就是你知道消肿的感觉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这边呢有三个这一个小点儿 大家看到 然后你就可以压你这个眼睛穴位这个位置 促进它的血液循环什么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的是IoPE的这一个serum 这个也是IoPE Send过来的这个PR的产品 也是IoPE 这一个send me through octlea.com as a gift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含有玻尿酸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然后这个精华液呢是45毫升 对我来说45毫升的确是蛮多 但是精华液我用的也多 我基本上压两到三下 然后我觉得吸收的才比较完整 你跟我一样是混油性肌肤的朋友 你也不用说害怕说 哦 王王我的这个油性皮肤啊 然后出油怎么办 出油不代表你不缺水 所以这个玻尿酸就是这个作用 你不用害怕 IoPE这个品牌呢 很典型的韩国的那一个护肤品的味道啊 然后让我想起了这一个 以前上个视频我也说过 就是高中高三 然后大一那个时候 二十年前的那一个 韩国的护肤品那种感觉啊 但是韩国的护肤品给我 怎么说呢 经常有这一个过敏的现象 但是这个IoPE这个品牌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是面霜 面霜呢 我最近用的是这一对组合啊 这个是thermalogica 这一个我新买的 这一个维他命C的 anti-aging维他命C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那cream呢 我用的是大葡萄这个品牌啊 就是这一个caudalie 它的这个premiere的cream这一个 这个目前为止我用的还蛮不错的 这一个 我教训师那一个面霜用完了嘛 然后资政堂那个我还没开始用 正好他发过来这么一个免费用的产品 然后大概用了几次 目前为止还OK啊 然后 比较喜欢的是 没有让我过敏 他们家之前的大葡萄水什么的 我都有点过敏的现象这种的 然后挤出来是这种 不是乳液啊 你不要觉得是瓶一装就是乳液 它也是这一个 cream 然后呢 一两滴这一个 Dermalogica到我这个产品里边 搭配起来用 否则的话这一个 单独用 自己才喜欢 像这种比较有提升作用的cream呢 我一般都喜欢 你知道 把脸变得非常的 糟糕的形状去按摩它 早上起来水 很水肿啊 晚上就是有的时候喝水喝多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眼睛下面这个地方 刚才那一个 这一个 眼霜我去按摩的时候 水肿会消掉很多 这个蛮明显的 所以如果有的朋友 你想要就是消水肿 夏天 年纪轻轻的朋友 20多岁这样子的 我觉得买一个这个还不错 很好吸收 我眼睛下面也没有什么 你知道 就是 就是什么 起小疙瘩什么的 OK 就这样子啦 那我会让这些产品 在我的脸上吸收两三分钟之后 再用这一个防晒的产品 打底的产品 然后再上妆这样子的 所以一会儿见咯 OK 大家归来 然后把头发收上去啊 然后接着下来呢 就是这一个防晒的产品 我用的是胶运湿的这一个 白瓶的这一个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呢 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我收到一个PR的产品啊 那我那一个 Drunk Elephant的用完之后呢 因为防晒系数比较低 所以呢 我就没有再回购 正好这个呢 防晒系数能高一些 然后现在又是春天 交易试探变的东西呢 比较适合这个敏感的季节去用 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 底妆 底妆呢 我一直在用的都是这两个产品 如果我今天想画一个比较glam的 这样一个妆容的话啊 然后Jalda Mani的这一个 Power Fabric 是我这一个铁皮计划的产品 然后单独用的话 我肯定用不了 但是他们家那一个遮瑕膏 我非常非常喜欢啊 然后这个是 Josie Moran的这一个 Vibrance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 我知道它里面有 Argan Oil 有这个Oil 然后但是你不要 不要对这个Oil 起一些抵触的心理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持久的 一款Dewy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对于忍这两个合起来 会把很多比较干的粉底液呢 你知道 质感变得非常的好 我基本上就是 压一蹦这一个 压半蹦这一个 Josie Moran的这一个 所以这个进程呢 非常非常的慢 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我要把它 跟其他的粉底液 合起来用 所以 这样 OK 然后我就直接用 苏涅库沙克的 这个美容蛋去 晕软它 OK 搞定 大家可以看到 妆感非常非常的 Dewy 柔亮 然后非常的Flawless 这种妆感呢 持久力也非常非常的好 这样子的 OK 然后用一点 这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 Jerjo Armani的 同一系列的 这个Power Fabric的 这一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真的是 超级薄 用量真的是不要太多 用不着 我知道它很贵 但是性价比 要给它用出来 超级薄 非常非常好晕 那我今天眼睛下面的 定妆粉呢 我用的是 Mark Jacobs新出的 这一个 Blur Setting Powder 然后这是 我买的色号呢 是50号 叫Engineal 然后叫 Accomplish Blur Blurring Beauty Powder 这个呢 我跟大家说 你在盘里面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里面 这一个Shamer的感觉 但是上了脸之后呢 不会给你的脸 增加一层Frosting 那种就雾化化的 那一种亮泽度 完全不会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我找一个 Wingos的这一个 02号沙子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 然后就把它压在 我这一个 这甲膏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Flawless 而且定妆效果还不错 当然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 带一点点光感的 这样的定妆粉的话 那它就完全不是 你的菜了这样子的 接下来Bronzer呢 是这个 我在斯福兰西买的一个产品 也是啊 然后这个是 Nudie Stick 然后Nudie Matte All Over Bronze Color 然后我买的四号呢 是Sun Kiss的这个颜色 这是一个 高体的这样子的 然后它后面这个刷子呢 我还喜欢 太Indense了 会带着这个底妆品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画在 我想要Bronze的这个地方 它呢 非常非常的好暈染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觉得 哇 你是不是画多了 没有 我一个刷子 然后我去 晕染它 你可以看到 很快就 很快就晕染开了 然后它给你的是这种 非常红色调的 Sun Kiss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你完全也可以把它当成 腮红来用 然后鼻子这个地方 鼻头这个地方 我喜欢Bronze 等一下 现在呢 我有一个新的这一个腮红要用啊 是Paul and Joe新出的这一个叫 Gel Blush 它是一个water base的这个果冻状的这样的一个腮红 是这样子的 我已经用了两次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像这一个天气越来越热 这种water base的这样的膏状的产品 或是gel状的产品 总之是不是粉状的产品 其实主要就是给你一些持久度在你的脸上啊 我自己蛮喜欢这个颜色 它发过来 这是Paul and Joe Sent to me as a gift 3Oakley.com 然后它发过来两个颜色 一个是05号 在这里 然后一个是01号 05号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深 我用不了 所以我就没有打开到时候给别人这样子的 非常非常的好上色 我就直接用手 或者是用这一个beauty blender 但是你要记住 我一定不要把它用在粉的上面 我跟大家说 你一定很后悔 它会带走底妆品啊 因为它是膏状的这种感觉 又很粘稠 所以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透肤的这种coral的颜色 然后呢 新的高光 这个也不算高光啊 算一个这个blush topper啊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这个shallow tuber的一个产品之一 二是他们家这个beauty light wand 那这也是它的glowgasm系列的 大家知道我不太喜欢glowgasm那一个盘 这个我已经用了两次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的 它就是拧过来 然后你把这个产品挤出来 一点点 然后给它放在这上边 当一个高光 当一个blush topper 都是非常非常OK的 OK 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说实话 鼻子这个地方来一点 要看到了吗 然后你再拧回来 它就close了 就不会有产品出来 这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 我找一个 就产品呢 都已经set掉了啊 然后我找一个大的刷子 然后我沾上mark javis的这个粉 然后我就这样给它锁起来 压起来 哪都不会走 我最近很喜欢这么滑 然后 I know 这个粉我自己 我真的真的是蛮喜欢的 OK大家 眉毛搞定之后呢 我把视频拉近一下 然后我用的眼影盘 是Stika的这个After Hours 然后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一盘 真的是很喜欢 好 Happy Hour有买 但是因为我今天穿的 这一个红色衣服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用紫色的 那种色 Sigma E39 这个刷 E40这个刷子 E39 然后我 我今天就主要用这一个 比较warm tone这几个颜色 OK 我直接沾上这个颜色 然后 放在我Chris的位置 这一盘真的是蛮可惜的 没有很多大的油管博主去说它 所以就是 没有太多的朋友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雾面 晕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颜色呢 我就大面的去暈染它 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散透的刷子 如果你想集中的一些的话 就可以用一个 像这一个Sigma E25 或者是MAC217 那种比较 集中一点的这一个刷头 我是想大力的去打一下英语 就打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 从眼泪的位置往前晕染 加深一较Chris的这一个 颜色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就直接用手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颜色 大家看到 这个颜色 然后我把它压在 提亮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我用手干用的话 它有这个渣渣掉在底下的位置 一会儿用粉呢 给它扫一下就OK了 但是你有看到 这个颜色有多漂亮吗 大家 就不用我在这多说了 就是 然后我沾上 这一个金属感的这个颜色 打在我那颜角的位置 然后下眼线这个地方 我画一下 美股的地方 我十分推荐这一盘 十分推荐 万分推荐 百分的推荐 我永远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眼影盘 它的主要非常好 就是很快就是一个 比较有质感的眼妆就完成了 那当然有一些 比较便宜的眼影盘 你需要花一番功夫 大明报我的意思 如果觉得就是 我今天就是想玩美妆的话 花一番功夫 无所谓的 可以达到一定妆 但是如果今天就是 假如说我想要着急的出门的话 简简单单 但是有点有质感 像这种比较质量好的眼影盘 还是 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用这个Urban Decay的 这一个叫 Whiskey这个颜色 这样子的 然后我把它画到 我下眼线的位置 贴着这帽子 跟我画过来 然后我就直接用手 一对组合 就是Laura Mersey跟这一个 Boxum的这两个 那Laura Mersey这个口红的也是我在 斯富兰哲扣的时候 入的一个口红的产品 那Boxum的这一个 Lips Dane Cereal Caser Lip Stane 我自己蛮喜欢的 水感的 那今天的这一个上妆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产品在动作上 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些 更多的信息 这样子 同时给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最近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 妆感妆容 然后用的一些产品 这样子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每个周一周三周五 三篇美妆日记奉上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大家 Bye